一只粉皮一瓶水 一天之内让你轻松提升车杆 刚拿驾照没有车杆 不敢开车上路的朋友 这个视频一定要写起来 看完之后保证你有收获 第一点把我们的水 放在我们车辆车标正中的位置摆好 把车辆挂道挡 回正我们的方向板 把车辆往后退 盯着我们的引擎盖 当我们能看到矿泉水底部的说话 我们停 这个时候引擎盖和水重合的地方 我们正常坐着看出去 那么就是我们车标正中的位置 我们画上一个标点 其实也就是我们方向板正中的位置 这个是我们的中间点 那以后我们在开车时 一刀必然不开的障碍屋 或者是水井盖 我们需要压着过时 是不是就用这一个点 导着咱们的水井盖走 这样我们的车就能安全的压着过 那开车上路爱跑偏的朋友 是不是也可以用这一个点 把我们道路的镜头看一眼一点后 它的交接点 让我们这一个点对着咱们这个交接点走 这样我们的车身就不容易跑偏 不容易压线 不容易跑来跑界 那么第二点 把我们的水放在寄我们左辆车里 30厘米的地方 最好是放在我们的后视镜的外延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这里一定要计下 那么也是上车 把我们的方向码回吹 挖到档 把我们的车辆往后退 也是盯着我们刚才的矿泉水的位置 盯着鱼形盖 当看到矿泉水底部的时候 我们停车 咱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矿泉水的位置 然后拿出粉底化出矿泉水和咱们这个引擎盖重合的地方 咱们可以看一下是不是这个位置 那么这一点就是我们左侧车轮的安全点 记住这个点以后 我们无论是在窄路会车还是避上障碍物时 我们只要记住 无论你是车身斜着还是正着 把我们的车辆往前盖 当我们的引擎盖盖住障碍物底部的时候 我们修轮来 让我们的这个障碍物底部 让障碍物底部出现在我们的这个安全点以外 然后我们再往这方向把往前盖 这样我们通过时 我们的车身和旁边障碍物的地面都是30厘米 非常安全 第三号 把我们的水放在右侧车轮距离30厘米的地方 摆好也是放在咱们的右侧后视镜以外的位置 摆好咱们的矿泉水 然后也是上车以后回正我们的方向盘 把我们的车辆往后退 也是盯着我们的这个引擎盖来 当我们看到引擎盖和我们的这个矿泉水重合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位置 我们停住 然后我们拿出我们的粉底 划出我们矿泉水 把我们引擎盖重合的地方 我们给它画出来 这一笔 这个位置咱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我们这个矿泉水 和我们引擎盖重合的地方 我们做好记号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右侧车轮的安全点 那以后我们开车在一道靠边停车时 是不是也是只有盯着我们右侧的安全点 把我们的车辆往前开 这边用咱们的这个点扫着咱们的这个马路牙子走 一直走 当我们的这个车身和马路牙子平行的时候 此时我们的车身继续管理旁边马路牙子 正好是三十万元 那么我们在汇车时 右侧有车 甚至我们不管我们车和咱们前面车辆是什么角度 我们之后当引擎盖和前方站位底部重合的时候 我们开始打开 让我们的这个车 出现在我们刚才所画的这个安全点以外 以后我们再回正方向盘往前开 通过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的车身和旁边车辆的距离 至少都会含有三十万元的地方 怎么样 新的朋友 画出这三个点以后 你再来这样的窄楼开车 你会发现特别的简单 它清晰的标注出了我们的车 能不能通过我们的这个左右障碍物的安全距离 是不是 左面有车 右面有墙 只要障碍物出现在咱们的这 最外侧的两个安全点以外 我们是不是都能安全通过 无论是窄路还是宽路 我们在汇车或者是避让障碍物 或者是过线宽的时候 我们坐在车内都能清晰的 判断出我们的车身能否正常 我们的安全通过 新的朋友 只要掌握了这个方法以后 再来开车 相信我 你也能做到像老司一样 老气自如